同心祷告 为台湾守望 尼西米记 八章十节的下半节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心中的忧虑愁烦 会夺走我们的喜乐 让我们只看见失望和恐惧 不要害怕 神已经为我们胜了世界 让我们的眼光 不要被困在眼前 不要被环境所限制 即便很多的事情 还不断地在发生 但是那在我们里面的 比世界更大 让我们用信心仰望主 以盼望的心来呼求 愿主的怜悯 恩典 大大浇灌台湾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阿爸父 愿你使我们在困难中 不是看见失望和黑暗 要看见你丰盛的运营 要看见你丰盛的运营 早已在我的生命中 供应我 扩张我的地界 使我不被环境所限制 新的道路和机会 已经为我展开 我要将一切的忧虑 烦恼都交托给你 求你为我开一条新的江河 令我走一条新的道路 让我的生命 满了从你而来的喜乐 使我有力量 为你继续来奔跑 谢谢爱我的主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